嘿朋友们 这个房子景观怎么样 新港 1750万美元的豪宅 嘿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耳术的地车经理李明 今天我来到新港 给大家看一套 1750万美元的豪宅 也就是1.2个小目标 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景观豪宅 6个房间 8个洗手间 房子内部是7300多尺 也就是使用面积700多平米 占地面积0.29个acre 这个房子呢 它是2020年重新全部装修的 这是它的三车位车库 门白号是29 这个社区呢是一个封闭酒位社区 一进来这是它的下城市前院 这个房子的层高也很高 这边是它一个侧院 一窝里入户门 然后一个高高的调空 好的 一进来我们就直奔主题 先看它的景观 这是它的一个中庭 你看这个推压门多大 然后呢全部推压门推开 正对着浩瀚的太平洋 这个景观呢 是我最近看房以来 最漂亮的景观 没有之一 是最漂亮的 因为这边 你看大海 尔湾的那个新港的城市景 再往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远 甚至你可以看到 晚上迪士尼放的烟火 先看它的院子吧 因为这个房子1750万 我觉得这个景观至少要值700万 这是它的一个侧院 侧院是一个BBQ 你看这种房子 它大面积运用了 这种现代的玻璃 大玻璃 然后呢泳池 隔壁的一看 就是那种地东海风格 老风格了 这种就是现代风格的 这个景观够漂亮吧 这个推压门一打开之后 这个视野开阔 太棒了 这是它的一个正餐厅 双厨房装导设计 两个厨房装导 都非常大 而且这个装修的非常现代 简约 这是它的厨房 但它厨房不适合中国人 它这个抽油烟机肯定不够大 因为你看 没有油烟机 然后这边是嵌入式冰箱 你看这个柜子 其实是个冰箱 这是60寸的大冰箱 Sub-Zero的冰箱 在这个房子看完之后 回家回不去了 因为这房子才漂亮了 所以说我拍这豪宅 也给大家 大家也开个眼界 很多人说 你只拍豪宅 没有 普通房子我们也拍 豪宅我们也看 跟着我的视频 我希望大家多开眼界 这是它的客厅 客厅做了一个壁炉 然后后院 这边还没看 这是后院 这个景观太漂亮 好我们去一楼看 一楼的房间去 这边太平洋 然后一楼的左手边 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还有一个书房 这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每个卧室都是套房 这些都是罚产可乘了 这个都没得说的了 这是它的一楼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门可以出几到院子里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一楼的书房 这个书房装修的 你看就是那种像叙利亚战场似的 做旧的 科比乔丹布莱奥尼尔 这有科比的签名的球衣 那边有科比签名的这个篮球 上面还有乔丹签名的那个照片 这个业主肯定是这个篮球的球迷啊 各种球星的这个签名照啊都有 太牛了 那个是科比的早期的签名的照片 这个是他做了一个指引水的 这个这喝的可以喝指引水 对 奥尼尔 好这是一楼 一楼还有一个影音室 这是一楼的鉴定影院 一楼的影音室啊 这是客位啊 一楼的客位 一楼呢 还有一个单独的衣室一厅在这边啊 一楼总共是三个卧室吧 三个房间 嗯 不加那个影音室 这个冰箱这个厨房这边 你看 这有办公的地方啊 这边呢 你还有个中厨啊 你看这里还有个中厨 你看 喜欢爆炸油炸什么的 不算中厨啊 因为他没有没有灶 老美他可能不做饭 所以他额外还有厨房 当然我相信可以 后期可以自己改造啊 这是咖啡机啊 然后这边呢是 啊 这是换鞋的 然后这边是车库了 三车位车库嘛 三车位车库 然后这个车库这边呢 有一个房间啊 我们上楼啊 从这边上楼 有一个衣室一厅 还没有 这是个客厅 有自己的厨房 对吧 然后这是他的卧室 然后他的洗手间 洗衣机和干净都有 是衣室一厅的那种房 然后这边的话 他这个带个阳台啊 这个衣室一厅 旁边有阳台 阳台呢 晚上你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 包括日落 这一楼可以看到 他这一间不知道租不租啊 租了 他要租的话 我我搬过来住这等了 好的 一楼我们看完了 我们去二楼看一看 二楼是四个房间 旋转的楼梯 这边呢是他的主卧室啊 给你主卧看一看 哇塞 这主卧 主卧做了一个壁炉 主卧的景色 哇塞 是不是非常漂亮 非常的哇塞 是不是啊 没有其他词形容的 只能说哇塞 然后这是主卧的洗手间 也很哇塞 1.2个小目标 这种房子就必须得买景观房 这个到已经到这个价位了 就必须得买在景观了 就因为这个高价位的房子 景观的价值 影响的占权重 占这个房价的影响比非常高 这是他的衣帽间啊 主卧出来 这边呢是他的 洗衣房啊 主人的洗衣房 四个 四个洗 应该两个洗机 两个烘干机 洗衣房 然后这边呢是 三个次卧 这是第一个次卧 小朋友的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景观的啊 吃着到洗手间 然后 然后这边呢是 另外一个次卧 这个次卧的 也是带景的啊 两个主卧 一个两个 一个主卧 两个次卧 都是带景的 这是他的洗手间 然后对面呢是 另外一个次卧 二个主卧 三个卧 四个卧室嘛 这是最后一个次卧 好的朋友们 我们这个房子看完了 这个说下这个房子的关键字 1750万美元 1.2个小目标 6个房 8个洗手间 无敌的这种海景和城市景 房子是7,390 80 80 这个房子 你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给我评论点赞